這場選戰也難化變成賴清德對決習近平 因為這個國民黨長期以來 已經變成國台辦的小弟 然後呢 柯文哲直接上架統戰跟共產黨的 這個身份幹部徐春英 整個民眾黨也掩然變成小共產黨 現在每一顆這個非綠的旗子 都化變成習近平跟中國的旗子 好的習近平手中握油的牌非常多 他現在至少有三張 雖然這張卡 每一張卡牌 不見得能夠直接扣倒賴清德 但是已經在台灣正安掀起很大的波濤 大家都要問 到底這非綠勝贏的三個人 哪一個是中共最尬意的候選人 當然郭董現在在這個競逐上 似乎有點慢慢掉隊 郭董好好加油 因為侯友宜感覺起來民調衝高了 在氣勢上好像也逐漸領先了 不過這時候柯文哲不甘示弱了 在今天叫黃安丟出了一份其實三份 三份民調等一下我們會比較詳細的說明 簡單來說就是柯大贏 柯贏誰 柯贏侯友宜 你現在強調自己贏侯友宜 是要強調什麼勁 當然是強調自己是最佳 具有代理性的嘛 我跟賴清德拼 我可以賴清德拜託大大 還是拜託大家來支持我 不管是大大還是大家都可以 就是趕快來支持我就對了 好那當然有些人會指責說 你這樣不能直接指柯文哲很紅啊 你這是抹紅 柯文哲非常喜歡講 你動不動就抹紅我 但這一次啊最近的狀況 還真的不是要抹紅 是柯文哲自己抓一把紅泥 往自己的臉上吐 為什麼 徐春瑩這一個寶 現在是柯文哲手中的寶 也是綠營心中的寶 為什麼 這個人真的是太好的一個打點了 為什麼說他是一個好的打點 梗多啊 天天都有心梗 只要會使用百度的 也許都可以在某個神秘地方 挖出一些寶藏 好那當然徐春瑩強調 我陸配啊 合法取得國籍以十年以上啊 那這個我有參政權啊 我也沒有在進行什麼統戰的工作啊 你說我在音樂會 我去聽個音樂拿到一張票 去聽音會不行嗎 好 這一個啊 這個我們浩浩 我們爭論圈最油的男人 他在這個百度上 放來放去之後 給他找到了2018年11月15號 多小的一個活動 兩岸婚姻家庭 茶文化產業研習班 多小的一個活動啊 在武夷茶柏園開營啦 一個研習活動 很明顯是什麼 因為他有兩岸嘛 這個統戰活動 跟台辦有關 跟統戰部有關 然後又是婚姻的 這就拉到徐春瑩了 因為他是這個 這個在陸配裡面是具有代表性的 把他們拉到 武夷那邊 去辦了一個活動 說穿了 這個比較了解 阿貢那邊的狀況都知道 這其實是阿貢 消化預算的一種活動啦 做業績 KPI 啦 好 人家要做 KPI 你就跑去讓人家做 KPI 要注意啊 徐春瑩有沒有出現呢 有 學員代表 台灣新住民發展協會理事長 徐春瑩表示 啪啪啪啪啪 講那些話 他在下面提到 我們對國家認同 對身為中國人 自豪不會改變 要好好教育一下 讓學習 什麼學習 傳承中華文化 什麼啪啪啪啪的 現場也有統戰部 南平市的統戰部長 莊立有在場 好 那當然他說身為中國人的自豪 不會改變 雖然沒有直接講統一 但是呢 意思已經很接近了 隔了一個禮拜 結束啦 結束之後 誰發稿呢 直接是統戰部發稿 就是以統戰完成 統戰已達100% 好 那他的下面有提到 新住民發展協會長 理事長徐春瑩說 又是巴拉巴拉 同樣東西 你還真的給人家 在那邊問你一個禮拜 這個我不會說是油山暖水 應該有好好學習茶的文化 但重點就是 你在那邊已經完成了一個 我們要講說伺劃 或者是徹底的被他吸收的過程 好 那接下來呢 又是一系列的活動 像他在這個活動裡面 許春瑩代表致詞 那在下面的活動呢 他說 之前我只是剛好拿到一張票 去聽演唱會 去聽音樂會的啦 好 結果被大家拍到 拍照的時候 站在前排 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是跟朋友拿到一張票 為什麼又可以坐在前排 這才是問題的重點 大家都知道 兩岸文化有點相近 做第一排的鐵定不是拿票的 做第一排的通常都是 長官大大啦 貴賓啦 前面都是青出幾驅啦 他可以坐在第一排 就是這個穿桃紅色的 我們剛剛有看到嘛 照片裡面他有穿桃紅色的 穿同一套衣服就是他 他就是站在這個最前面的地方 好 像這東西的梗泰國 反手過必會留下 痕跡 徐春瑩 他跟阿貢關係很好 這一點沒什麼意義了 他現在講說你有什麼辦法證明 我是共產黨員 已經不是共產黨 圓不圓的問題了 是你跟他們非常熟 像徐春瑩一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當時就有講 徐春瑩過不了 我們這個軍方還有情勢單位 有的一個叫安全調查的機制 他絕對過不了 有些陸配過得了 那原因我就不特別去說明 但他鐵定過不了 為什麼你關係人這麼多 跑去那邊那麼久 到底是做什麼 你回來交代不清啊 誰會相信你嘛 當然選立委不需要接受這麼嚴格的考驗 但是這個東西就放在每一個投票人的心裡 這個人是不是紅了 就是紅嘛 票投徐春瑩就是票投共產黨 票投柯文哲就是票投共產黨 共產黨借民眾黨借殼上市 共產黨借科上市 所以共產黨終於在民主社會的台灣 有了代理人 而且還有可能直接殺進立法院啊 所以這個選擇就是共產黨的大成功的統戰成功啊 統戰部門要計大功啊 對這一個就是如果他今天只是在街上走來走去啊 賣一個什麼山東大餅的那也就算了 今天他是要進到立法院擁有代表性 而且還不是你說拔掉就拔掉他是不分區的 如果進去是安全名單那就是直接保送進去 你投給他你就是直接把他保送進去 除此之外你要說啊這就是這一個人嘛 大不了柯文哲不要 欸不對啊你前上個禮拜有跟邱毅 在高雄的廟裡面交頭接二 出去有跟蔡振元啊 又是有來有去吃飯也會坐旁邊也會經常有溝通啊 特別是邱毅現在也傳出邱毅 搞不好也有機會進去 就是大家都有人人有機會各個沒把握就看你表現 誰的表現好那誰就往前面擠 所以今天你說這個我們去抹紅柯文哲 不對啊這些人是第一你丟出來的 第二你還護著這些人說沒關係啊 我們就是要看啊 昨天我們講到像中東錦啊 那這一道給他機會五年內沒有什麼大的犯罪 我們要給他機會啊 五年內沒有通匪就不是共匪了嘛 五年沒有被你抓到的話 那就當作沒事了嗎 事情是這樣講的嗎 柯文哲的策略很明確 從陳昭之黃國昌這些放出來的 這邊是偏讀的 另外一邊捅的 他什麼都要 他選舉沒有你這種什麼都要的 年輕人啊 雖然現在很多人會看抖音會看中國的東西 可是在中國在他們心中就是一堆 講白了就是XXXX的產地嘛 因為抖音上面傳來訊息也都是很低能的 所以中國人對 就是台灣的年輕人對中國人的印象其實是不太好的 是負面的 柯文哲以為丟一個徐春英不會損及他的青年選票 我認為太簡單了 其實姚英明也有類似的看法 他認為說 你去找一個邱毅你想是什麼 年輕人其實不知道邱毅是誰 可是三幾歲的 有今天我太陽花天跟你翻臉啊 邱毅就是一個香蕉仔嘛 所以回歸這個社會的現實 柯文哲原來的優勢是40歲以下 邱毅會幫他敗掉30歲以上的部分 那徐春英這種非常紅的感覺起來 Fu就不對了 跟台灣的脈動是對不起來 又會幫他敗掉20歲的票 好那當然柯文哲還有沒有其他的破口 其實持續都有啦 像這個年輕人講的婚姻平權 最近又被拉出來 表面上就是柯文哲講說 我2014的時候我主張就是婚姻平權 那時候還沒過 到了2019的時候 其實2018年底的那個公投 柯文哲到底投什麼 他說我投票的時候我投反對 但他事後又出來說 沒有沒有沒有那個是口誤 那個實際上我投廢票 好然後到2023年他說 我沒說過對同胸公投投反對票 那你到底知道什麼 你2023不就吐槽你2019嗎 好那你的態度到底是什麼 有些人把他當作柯文哲 反復無常不斷說法的證據 但不要忘了柯文哲的阿公的死法 到底有幾種 老實說我們也無法統計了 每講一次就有一種 這其實是一種心理上的問題 也就是說他心中的事實是 變形蟲了 隨時因應時事 去把他腦海中的記憶進行修改 到他最後 他所抱持的核心裡面是什麼 沒有了嘛 所以時代日要才會打 你原來不是公平正義嗎 現在是鄭元秋義啊 你到底要說服哪一塊 你有資格說你代表中間選民嗎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напис預告 28 果然oor 有資格了